汉摩拉比小姐第16集大结局 我们每个人都可能是这个世界的英雄波浪服 UIE回归小荧幕确定接言我美丽的拥护者 要不要这么可爱 切尔斯迪拉VS明阿傻瓜大对决谁才是队内第一傻 意外的人脉 WINNER宋明浩为正在拍摄阳光先生的电约和送上应援咖啡车 可敲定回归日期 8月一到就要听小于NEWKIDSCONTINUE大于金秘书为何那样 今晚第13集预告 李英俊想带助金微笑出差波浪服 新世代男团SF9记得与台湾的约定 9月再度来台你也想要格特一只金秘书为何那样的辛苦牛玩偶吗 之后还会推出迷你版呢 这绝对是金泰西出道以来最性感的写真 失身用货看的人血脉 在篷章倒数9天我的ID是江南美人车淫忧林秀香剧照在公开 这也是神还原漫画扑克红心徐玄镇客串一起吃饭83 但观众都想给编剧寄刀片秘密姐姐雷德福尔维塞尔吉和秀智原来是同班同学系魔女的爱情后 VIXX红冰确定出演TVN新剧从天而降的一亿颗星星 奉太魁支持儿子时和爱粉红色他的幸福最重要 把喜爱的地方带在手上 这个也太浪漫了 一定要死守直播 神话确定全员登上两天一夜机密书 里出现吴海英 这两部电视剧的吻戏都可以列入经典之一啊 波浪图SM鲁克斯公开三位预备出道练习生 以为NCT中国分队做准备梁炫漆被CL公开问话后更新IG 同样一件事 态度对比会不会差太多 逆袭榜单却遭怀疑作假 沙恩新歌为巴克霍姆利亚TWICE BLACKPINK夺冠引发争议 看到苏佩尔TV二部眨眼比赛 就想到正在当兵的龟弦曾创下8分钟记录 金海叔从影生涯最大挑战他们的故事无法抽离得 忧郁正看演唱会竟被抓住头脱离现场 波浪澳尼新加坡保安过眼影抗议拍了MV后 PWICE之效变成黑炭 多弦却依然白如豆腐 大发剧预定 实力男神曹程佑 一起吃饭83在16日17日播出了第一 二集在第一集开头 银斗郡吃饭时餐厅外的马路上发生了车祸 而镜头切换到银斗郡的回忆中 所以第一集播出后 观众纷纷猜测这些镜头是否暗示徐玄镇遭遇车祸 在一起吃饭83第二集中徐玄镇饰演的D 二季女主白秀之真的和暗示的一样 在高速公路上遭遇车祸 与巨大鹰生死离别 因为男主一直是银斗郡饰演的巨大鹰 而女主每季都换 所以为了第二季和第三季的衔接 需要对上一季女主有个剧情交代 对此引发了观众的强烈不满 真的太过分了 就这样让人无语地把前一季女主写死了啊 编剧对自己的作品都没有感情的吗 因为是新的一季 就要把上一季女主写死 对吃饭粉丝和徐玄镇演员都太过分了吧 这样谁还会想看啊 反正到了新的一季 编剧就会抛弃角色对于第二季的粉丝来说 真的很荒唐 制作团队对角色难道不应该有感情吗 这样写死对上一季的粉丝 真的不礼貌 可以让他留学去学习编剧之类的啊 这让看了三觉得有意思 而打算看一和二的观众怎么办 二女主出来一分钟就死掉了 看不到徐玄镇的吃货秀就写死了 超级无语 本来真的很期待三的 出演者没有鲜明个性 又没意思 又没演技我们秀之瘦了下来 消耗了二十多岁的青春 现在只剩下便幸福了 居然死了RTT图 TVNZJM地址服地址服KSD 非得本站书面同意请勿抄袭 转载改写或引述本站内容 如有为者 本站将予以追究标 徐玄镇引斗剧一起吃饭8 3一起吃饭8 2一起吃饭8 相关新闻留言评论 5一会儿